奴才李芳拜见陛下 李公公通过福大小姐传信给朕说 有重要的事 是何事 奴才今日前来 是要状告福庆大长公主殿下 状告他 谋害先皇 李公公 你在说什么 李公公 父皇他 不是并状而亡 陛下 先皇是被大长公主 害死的 皇兄 你别怪我 李公公 李公公 这 这怎么办呀 这 我们去找金王殿下 走 快 走走走 别怪我 李公公 李公公 怎么又出来了 奴才 奴才突然想起 陛下的药丸快吃完了 要让御医多配一些 李公公快去 别耽误陛下服药 哎 陛下身体如何 无碍 你舅舅无大碍 正在里面休养 你且把这看好 不要让人打扰 我且放心 你们出宫后 便在那个鬼宅躲藏起来 没有我的消息 千万不要出门 公公 你们和我们一起出去吗 我们可以去找金王呀 对呀 来不及了 记住 你们只要安全了 我就不会有危险 听到了没有 快走 快走 公公 公公 走走走 李公公公 如此着急 这是要去哪里呀 幸亏 奴才提前和小卓子他们说 若奴才的死讯传出 便将大掌公主杀害先皇的事情曝光 这样 奴才才从大掌公主的手中 保住一条性命 若如你所说是姑母害死了父皇 你为何如今才告诉朕 大掌公主男奴才 唯一的亲人 威胁奴才 所以奴才 脱到现在 此时朕 定会命张永耀查个彻底 若朕是姑母 朕定不会饶她 可是李方 若朕查出是你骗朕 你可知道结果如何 陛下 奴才所言 若有 一字不识 甘愿受死 其实我刚开始 也不敢相信姑母会害死父皇 毕竟没有人比姑母更看重薛家的江山 和薛家的血脉 父皇他 不仅是个好皇帝 他也是薛家最后的男帝 可是张永耀查出来的证据 让我不得不承认 父皇的死因有蹊跷 张永耀第一时间 便寻父皇重病不见人之后 还曾出入过福宁宫的工人 毫无例外 全部死光 这让我不得不生意 便已 让姑母协助朕 查出父皇真正死因为由 让姑母去了行动 如何 明日就是最后一天 张侍郎可有查到皇兄驾崩的真相 下官查到 殿下似乎曾帮助过 为先皇起脉的陈太医 而陈太医也说过 他愿对大长公主 以命向往 怎么 本宫看起来这么不像好人 连帮个人都不行吗 下官并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查到了一些线索 想跟殿下确认一下 没错 本宫是救过陈太医 陈太医也曾说过要回报本宫 可是这件事情 跟你叫我来查案子 并无关系吧 莫非 你怀疑本宫和陈太医联手 对皇兄做了什么 那殿下 做呢 张婶 没有证据可不能乱说话 是话跟你说 若不是陛下开口 本宫不会在这浪费时间 配合你查什么案子 明日就是最后一天 你若再查不出什么 那本宫 就要先回公主府 参照李方的口供 张永耀也询问了李怀锦当日的事情 可是怀锦 对父皇的死意一无所知 认为父皇 只是重病而亡 至于姑母去刑部 她还真以为姑母 是怀疑父皇的死意 主动去帮张永耀查案 那你真的相信 李怀锦 对你父皇的死意一无所知吗 怀锦的性格 我最清楚不过 我和她一同长大的 她对灵阳对父皇 绝对是忠心耿耿 她不会做损害父皇的事情 那如此一来 只有等大长公主 再显露出马脚了 所以我给张永耀下了军令状 三日之内 要是破不了案 就隔职回家 可没想到 收安过来为她求情 让我宽限时间 那你答应了吗 收安可能以为玉展能说服我 便出宫找了玉展 玉展 就当我求你 现在只有你能劝说皇兄了 我恳请你去见见他 让他给张侍郎多宽限几日吧 陛下让张侍郎在三日内查清真相 也是经过张侍郎同意的 这个时候 若让陛下松口宽限十日 不仅会降低陛下的威信 就连张侍郎的能力 也会遭到质疑 明日便是最后的期限了 你可有把握 你怎么了 你关心我 我很开心 我已经从收安公主那里 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全部线索 既然你没有证据 只认出大长公主 为什么不让她自己开口 将真相说出来呢 让她自己将真相说出来 老秦 殿下慢走 怀锦 怀锦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为何抓你 荣耀有事情要问我 这不过是规矩 有事情能出去再说 侍郎大人还等着呢 到底是怎么了 怀锦 怀锦 殿下 殿下 公子 公子被刑部的人抓走了 本宫看见了 他们抓紫怀锦 所为何事 奴婢不知道 刑部的人一句话都没说 拿了陛下的手鱼 就来押走公子 奴婢 那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 你站在这儿 达安就能找上门来吗 还不快去 是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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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